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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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收看靜迪爸爸的款 就你來打亂 我是趙義 今天要說的小義 是心言走義 意思是說 無事實現的事情 拿來黑白講 做的海人 上禮拜五 台北市中山區 幾台大甲 建安 施工不良 五六京市 逃去逃去 甚至出現 二樓變做一樓的情形 包括 工廠、藥界、專家 都是說 地基不做得好 很多人跳出來說 在那三月的時候 就發現有迫順跟出問題 現在又傳出說 在出台事進行的44天 幾台工廠檢查報告 就明顯有問題 甚至已經知道說 真嚴重 但是 九月份 照常大力來開業 完全沒有把附近人民的 市民安全放進來 到底這是誰給他的抵抗 台北市 建官署就說 在四、五月份 有收到市民用書面的陳情 他的房屋有一些受損的情況 但是當時 相關的另外一位 說沒有實質的關聯 都法教也在那七月的時候 法定說 工廠繼續 不必管的意思 這你能傳 放水的行為 到底 是不是 來信通多貴啊 為什麼 有這麼多人在法教名 台北市政府 都沒聽到 是喔 真的沒聽到 或是聽你講 假作的 臭人 這是不是應該要查清楚 啊 事情那麼嚴重 還沒查清楚 正前 民進黨不知道在歡迎什麼 攻擊關聯 還有說 發見教的 就是他 但是市長也不是神啊 最好是發見教 還要保持人 知道你未來 起床起到什麼時候 會出問題啦 啊民進黨的立委 高家瑜就說 議台大地 設計 減租是同一個人 但是馬上就有專家的建築師 喔 跳出來夏宜的民主說 設計跟減租 同一個人也很正常 也完全是合法的啊 啊民進黨的議員 許淑華也跳出來 心眼左翼喔 說 發如規定 是關鍵的 才有建築後來 可以自己放水 我們真的在這裡 非常認真說 民進黨真的 真厲害 說八十歲 那無謂的事情 拿來黑白講的 害人 所以我們一定要說清楚喔 頭一點 我問這個市長喔 在民國一百一十一年 二月 修改的是 建築 應該喔 拿到建築後 真理處的現況 來出這個建立報告 這樣以後喔 完家生媽的時候 才有生美本啊 才不會說 你說你的啊 我說我的這樣 政府喔 有八爪歐利的報告 公開透明 才不會說喔 政府有人 機會 頭來暗去 這樣 我看不一定是 建築的專家嗎 有報告也說得清楚 第二點 建築自己認定 危險比較安全性 這條喔 從民國九十三年 開始一直就是 建築認定 根本就不是市長到的啊 這裡民進黨 在高到菜都 黑白公白菜味 所以喔 現在在這裡 要拜託大家的選團 千萬不能再去洗鬧 因為喔 台灣民眾黨一定會有 專家幫助人民面對問題啦 解決問題 堅定人民騎做會 做會來減肚 工程的品質要安全 也請喔 基金黨不要拿人民的筆局 來做政治的取決啦 一個一百年的 一個三十幾年的政黨 相信台灣人都是看不下去 不然是國家缺錢要破產 現在連隔壁的起司 就要倒下來帶著你們家 想要改變喔 一定要外人做看看 要讓更多的人看得到 熟悉 政治已經嚴重影響到我們的生活了 千萬不能再點點了耶 為了自己喔 跟家裡的 事大跟小孩喔 一定要喔 給我們喔 多給幾票 拜託大家喔 我們做會來拼一百 好 感謝大家的收看 好的新聞 好的熟悉 再麻煩大家喔 按讚、訂閱、分享 讓更多的親近朋友知道 再拜託大家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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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